李狐這個老鬼還真是有心思啊 竟敢讓他的兒子 去苟引肖斯溫的女兒 你想想 倘若斯溫宰相被當今主上猜忌 這對我們誰 都是大有不利的 太平王府那邊 我們也得有人去遊說一番 越早地將李狐和西隱拿下 我們就越安全 現如今的上京 只有狐古大人說話 太平王才會略聽一耳 婆兒 大王 派人去請狐古大人入宮 就說 我有要事商議 是 大王 韓斯哥 蕭斯溫家女兒的事情 沒想到你都這麼清楚 看來 你跟他們幾個姐妹 感情很好啊 我自幼與他們相識 他們自然視我為兄長 我只是覺得 現如今的上京啊 像你這般年歲的男兒 多半已經結婚生子 你 就沒有官居之私嗎 我說明儀 你怎麼會突然想起來問這個啊 我知道了 剛剛 我進來的時候 看到兩位太妃從我身上 在我身邊走過 莫不是他們 向你推薦了什麼人啊 你想哪兒去了 是因為你先提起來 所以我才想起來的 我還以為 韓斯哥心裡 有意中人了呢 我能有什麼意中人呢 你我大業未成 稍許一個不慎 岂不是耽誤了 別人家的好姑娘 好吧 就當是我說錯話了 我說明儀啊 你今天真的是好生奇怪 為何 一直在追問此事啊 莫不是你心中 有了什麼人 既然韓斯哥都說了 天下未定 何以為家 那我更要跟你一樣了 我們兩個可不一樣 我兄弟眾多 不缺我一個 那是你 先皇現在只剩下 你跟紫墨兩位皇子了 你又是兄長 不管大業成與否 你都應趁早 為先皇留下血脈 好吧 既然你說讓我成婚 那你告訴我 我應該娶誰呢 那也指的是後總 後總 那首選 應該是斯文在向他們家 那他們家的女兒 你覺得我應該娶哪一個呢 斯文宰相膝下三女 都各有所成 長女胡念 成熟穩重 次女巫骨裏 溫柔大方 剩下那個 活潑伶俐 只是 現在還不是時候 因為習印有意牽連嗎 你想想 斯文宰相 乃後族之長 哪個皇族 不願意與他連夜 只是 現在朝中暗流涌動 太祖其三支 各有心思 現在這個時候 如果與斯文宰相的女兒 有過多的瓜葛 只怕 會太野人中物 依旬如此 你說什麼 我 我沒說什麼